76年地震的时候 搭抗争盆 我们家搭抗争盆 然后北大那个 都搭在哪 就那个北大现在网球场 你知道吗 那操场呆 然后后来我就 看着有一个阿姨 就在那个 清晨餐厅 边上那大药树那搭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这个阿姨怎么不跟我们一起搭呀 我妈说你千万不要理她 她是反革命 我说她是谁啊 念原子 我才清楚 她说你千万不要跟她说话 她说现行反革命 就她后来倒了 所以就很高 那边她戴一个眼镜 一个人在那挖 老公孩子能不一块挖呀 没有 就她一人 我印象特深刻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那 孩子特高兴 大家看着门都挨着 热闹 我说这个阿姨 怎么不跟咱们一起搭 当时那么风光 到76年的时候 就已经栽了 已经毛 已经抛弃她了 文革 六几年就抛弃她了 但是这些人对毛还忠于 还念着毛的好了 真的 念原子是前一阵刚刚去世 刚刚去世了 就这么说了 就这么说你不得了